白色轿车越过双黄线 直接逆向 下一秒就撞上对象车道的机车 两辆车直接冲中路旁 耗质感当场撞成废铁 女驾驶受困车内 被撞的男骑士则是倒卧路旁 救护人员到场对许姓骑士 实施CPR急救 并且将他松衣 肇事的33岁彭信女子 则是受困车内 紧销出动破坏器材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将他救出 身体帐篷大概就 头部有稍微撞击 以及双腿双膝有轻微擦伤 事情发生在二日晚间 十一点多 彭信兵郎稀释跟朋友聚餐 酒后驾驶白色轿车 行经新风箱渐行路二段 以死不生酒力打瞌睡 冲撞对象一名机车骑士 再连续撞毁多辆 停放在路旁的汽机车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 36岁的许姓骑士 当场遭撞飞赏众众不治 回到事发现场 遭撞击的灯杆机座 违损严重 警方调查这起车祸 至少波及辆辆汽机车 加上周边商家 住家损失还在估计当中 而由于彭信女子 酒厕值严重超标 将朝向过失致死 及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记者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令에 metrics 钦